现在美国一个更大的风暴是 现在贺锦丽已经取代拜登 看起来她会被民主党所提名 可是这个非常恐惧是 现在本来以为说拜登只要退选 一定兵败如三党 没有想到说贺锦丽上来以后 刚刚讲她的务管金额不断的创新高 一开始刚刚讲的5000万美金 后来8000万美金 都创了民主党募款的一个记录 募款记录之后 今天看到了民调 民调居然拜 现在川普跟贺锦丽 两个人不相上下 好 带你来看到最新的画面 今天在全美各地 同样可以看到有大批的选民 出来投票 提前投票 其实提前投票分两种 你可以用邮寄的 你也可以提前到投票所来投票 目前看到现场是大排长龙 好 那么刚刚也提到说 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有7500万名的选民 结束完成他们的投票了 这个数字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扣除掉2020年 因为那一年疫情爆发 所以很多人没有办法出门 不方便出门 就选择邮寄投票 如果扣除了疫情那一年的话 它其实是2016年 跟2016年比起来 是史上最高的一次的 提前投票的投票率 将近大约是之前的 之前总投票数是1.6亿左右 现在已经逼近这个数字的一半了 所以可以从此来得知 今年的投票率真的是相当的高 好 另外一点要来看到 由于只剩下2天就要进行投票日了 那么两大候选人分别选在周日这一天 继续的来抢攻摇摆州 贺锦丽她选了密西根州 川普选择一天跑三个地方 包括了有北卡 有乔治亚 当然还有宾州这个地方 那么在今天贺锦丽是表示 她已经先完成了提前投票 她还要大家预防川普会出澳波 而川普这一边他一次又语出惊人了 他说因为他演讲的前面 有一个防弹玻璃 他用这个来当一个梗 听到自己之前两度遭到枪击 他说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有人要枪击我的话 我不在意 因为他的前方就是一群媒体记者 因为如果要暗杀他的话 肯定会先伤害到这些记者 他说他不在意 不过他的团队就怕影响到选情 是赶紧出来灭火 说川普只是开玩笑的 接下来一起来听两大候选人 今天的最新回忆 I would ask in particular people who have not yet voted to not fall for his tactic which I think includes suggesting to people that if they vote their vote won't matter I have a piece of glass over here and I don't have a piece of glass there but all we have really over here is the fake news and to get me somebody would have to shoot through the fake news 好我们有最新的民调一起来看到 在关键的七大摇摆中当中 现在倒数两天的时间 谁领先 川普目前在七个摇摆中当中 是领先了有五大摇摆州 包括我们来看到这一边 在西岸的部分 内华达跟亚利桑那 都是由川普领先 不过数字很小很小 差距不大 那么另外呢 在东岸这个部分呢 川普领先了宾州 领先了北卡 还有乔治亚州 数字呢最多最多 也只有领先到两个百分点 所以选情相当激烈 而贺锦丽领先的部分呢 占了这两州 包括有密西根州 还有威斯康星州 这是目前的摇摆州的 最新的一大民调 那么选民们又会怎么看呢 我们透过下一个画面来看到 其实现在呢 在白宫附近 已经有工作人员 在架设铁网了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法新社就分析说 川普的粉丝 他们只会接受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呢 川普会大胜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选举有舞弊的可能 换句话说呢 就是他们不接受川普败选 那么就怕2021年1月6号 国会暴动的这起事件 再度发生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呢 在白宫的附近 已经是有相当多的工作人员 出来架设铁网了 而且呢 在华府附近的这些商店呢 民间也有民众 是直接在他们的玻璃 以橱窗外逃定木板 就怕暴动再发生 会受到波及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国际话题 再把时间交给文华 有人讲 这是一个讨人厌的战争 是看谁的讨人厌的程度比较低 因为现在拜登退选之后 大家对川普的恐惧都跑出来了 对 因为原本说 7月14号再开了那一枪之后 川普可能稳定当选了 然后后面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说可能是垃圾时间 现在不是啊 现在拜登终于退选了 退选之后呢 贺锦丽上来 没想到民调 似乎可以跟川普互相披敌 今天路透社出来的民调 44%对上42% 44%是谁 是贺锦丽啊 42%是川普 赢2% 竟然赢了2%你知道吗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名票 就是CNN做出来的 是什么 是这个49%对上46% 反而川普赢了3% 这什么意思呢 这其实是两方阵营来讲的话 事实上都是在拉扯当中 在势均力敌当中 对 为什么这么讲 本来大家以为说 拜登如果说再继续选的话 整个民主党的战略完蛋了 但是他拜登退选之后 到底谁能选呢 现在搞一个贺锦丽出来选之后 没想到民调还可以维持在 这样一个50-50的一个情况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 那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代表美国社会 其实是一个极端的 分裂着两个阵营 互相讨厌对方 极端分裂 是啊 你看 共和党的保守派的 基本上是很讨厌贺锦丽的 那他们现在骂贺锦丽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没生小孩之类的 这种话都讲出来了 那另外来讲的话 就是贺锦丽 这边阵营 民主党阵营 非常讨厌这个川普的 因为你说 藐视国会不是吗 你不是冲国会吗 你这个藐视法律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所以双方阵营 民主党 共和党 两方阵营的基本交代 他们都认为 他不想讨厌对方 所以你说刚好贺锦丽 跟川普两个是两个极端 刚好是两个 都被对手阵营 最讨厌的对象 是啊 你本来这个枪开下去之后 川普还想做一些事情 想要团结整个美国 想要说反正我票已经够了 我要再团结民主党 现在不是啊 现在整个贺锦丽出来之后 把川普逼回到 原本她的色彩当中 也就是说双方各自归队 回到各自的阵营 然后我们以前 台湾选举家在讲 这种仇恨值嘛 这个就是仇恨值的展现 可是贺锦丽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让共和党这么讨厌她 因为他们认为说 她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 左派的 然后你只会充取税金 然后来补助这些穷人家 这个在共和党内部来讲 他们思维不是这样子 他们认为说政府最小话 他们认为说要让企业 至于赚钱 然后这样子 边境的开放跟你也有关系 然后说今天为罪不娶 也是你搞事 而且这些共和党她就说 贺锦丽你当年在加州的时候 你现在加州不是搞得一团乱吗 这个犯罪天堂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是你的政经 所以为什么说双方各自阵影归队 然后仇恨值增加 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真的就在比仇恶值 他不是在比说双方的哪一个政策 提出来哪个是最优秀的 而是在比说谁最不讨厌的那一方 可能就当选了 美国这种大选 这一次真的是鬼绝多变 高潮跌性 白板拜登你到底要不要退选 折落半天 昨天突然宣布退选 这些半天让你退选就完蛋 就像台湾之前的换柱 一换整个都垮掉 现在看起来是大家讲 贺锦丽的呼声最高 就没有想到以下来不一样了 第一个 现在最新的民调 他跟川普只有差一趴 第二个是 他们竟然在一天之内 募到了15亿台币了 对 没错 今天早上大家醒来的时候 最吓到一个消息就是 拜登退选了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拜登不是在家里面COVID-19吗 这个隔离的时候 你知道他在X上面还发表什么 他说他在家里面看着 这个川普的 这根本是胡说八道 颜想直言 他好像还要在选的意思 就没想到突然之间 他就连发 一个发那个公开信 另外在这个脸书平台上面 就发出 我决定要退选了 那尤其是他说什么 他说我决定要退选之后 而且我要选择 作为贺锦丽 当成是我的这个副总统 而且我希望他 能够担任民主党的提名人 推见贺锦丽 对 所以等于是说 他要 他退选之后 要贺锦丽出来选 那你看时代杂志也很快 你看之前原本是这样子嘛 那现在就 真的完全退出了 然后现在由贺锦丽 走进来的一个状况 保洁丽 第一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 这个当然民主党就公布非常多了 这个CNN很多都开始比对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贺锦丽跟川普之间的民调 他就说 其实在部分民调里面 贺锦丽还有赢过了 你看在这个NPR的里面来说 50对49 他又赢 他们的公共电视 对 然后另外一个报告说 在ABC的里面来说 他赢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互相比对这些民调之后 两个人是48对47 川普是48 贺锦丽是47 而且他们还说了 在部分摇摆州里面来说的话 贺锦丽是领先的 尤其他们指出一个很有名的 就叫做宾州 宾州里面有部分的民调 是贺锦丽是赢过川普的 所以他们就很兴奋 那因为 那这些民调来说话 金主都知道嘛 所以第一个时间里面 你看 贺锦丽退选之后出现一个 惊天动地是什么呢 保健上 原本这个民主党 他们的捐款 一个小时 在拜登还是总统的候选人之后 一个小时大概都20万美金 就没想到拜登退选 那可能是 这个所谓贺锦丽上来之后 一小时马上就冲入了 750万美金 然后冲入750万美金之后 你看 连续很快速的 在当天 这个贺锦丽宣 这个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马上就筹到 4,670万美金 折二新来币是15亿元的台币 那民主党的测试就说 这是史上民主党收到 这个所谓捐款最多的一天 所以看起来的话 民主党似乎在政治选举里面 还没有完全出局的这个状况 现在这个政治不是只有台湾 现在连美国政治都是 坚坚勃切 本来以为说 拜登如果退选 就像我们以前换出一样 一定兵败如山倒 可是没有想到什么 今天换上贺锦丽以后 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 什么气氛不一样 贺锦丽昨天不是这样 一天的时间就募到了16亿的台币 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5千万的美金 9千更可怕 他说今天直接募到了8100万 也就是募到26.6亿 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 募款速度最快的 整个民主党的金主 钱全部进来了 对 没错 拜登如果宣布退选之后 当然以为说 这个民主党可能会陷入一个 混沌的局面 就保险没有 现在好像贺锦丽 她一个人出来之后 好像变成是民主党的救星 为什么 这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 因为她募款能力 没想要让大家完全的 募点 你不太一样 为什么 原本一段时间来说 民主党内的募款 前一天来说有5千多万 就没想到 之后她还持续在募入 她宣布之后 她现在已经来到8千100万 所以这个是26.6亿 是民主党史上 而且总统史上最快的募款速度 你说两天就募了26.6亿 而且让民主党 比较觉得开心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来说话 大概约莫有88万名是捐款 然后有60%是第一次捐款 所以也就是说 是很多人是第一次捐款 她捐给了贺锦丽 所以让民主党觉得相当开心 因为川普刚好相反 川普现在募款的数字 没有比以前差 可是川普募款的人数 比上一次少了20万 所以裴洛西马上就倒戈 她就说我们热情支持 贺锦丽带领全党 马上就宣誓叫做 你五级嘛 五级那当然就这样嘛 那贺锦丽也是一样 贺锦丽有钱 她现在也开始有点信心了 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出来 她马上打给这个党代表 那党代表因为她现在有钱 然后拜登有说 我目前的这个9千多万 我也灌给你 9千多万加上她的8千多万 她有1.7亿 1.8亿 所以听说到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表态支持她 已经有2千多名了 2千多名来说 已经越过了 1,976票的这个门槛 所以已经通过党代表 所以她目前为止已经通过了 那已经通过的时候 她大概很大几率 在接下一段时间 她准备要代表民主党 出来跟川普PK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 她有赢面吗 抱歉 现在这个时候呢 又有阴谋论爆出来 阴谋论相当相当精彩 为什么 现在媒体开始说 纽约邮报就说 事实上是民主党 有人故意要搞拜登的 倒背的 对 故意要这样 他们设一个局 可是设一个局 保险这个水多深你知道吗 她说这个纽约邮报这样讲 但是她又说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报纸看说 其实川普5月中 就已经知道拜登不选了 她从5月中就开始 已经拟定了拜登不选 而且她已经把这个目标 转向赫景丽 所以你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这个阴谋论 我觉得不比台湾还要少 所以美国总统选举也是非常精彩 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 真的是曲折离奇 高潮迭起 大家没有想到 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 他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居然会因为摔老道 没有办法选上去 大家也没有想到 一颗子弹改变了整个战况 一颗子弹让川普 整个声望如日中天 更没有想到 当拜登退选之后 本来以为说民主党会兵败如山道 现在传出来接任人选 也是贺锦丽他原来的副总统 现在居然传出来说 他一天之间募款金额 竟然高达15亿的台币 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 担任募款金额最高 而且我们看到 CNN马上就做了一个 总统大选的名叫 没有想到贺锦丽跟川普 两个人只差一个百分点 我们知道现在川普 也就是民主共和两党 两边都有自己的基本派 而且两边的基本派 对于对方是深恶痛绝 之前川普还讲他要团结这个国家 所以没有想到这两天 他的真面目 他那个尖酸刻薄的样子 又慢慢跑出来 而川普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 会不会变成了一个 川普跟反川普的战争 而这个川普跟反川普的战争 川普他有胜算吗 美国的这一局也太诡异了吧 本来以为说 当拜登你退选之后 整个会兵败如山倒 就像台湾的换柱一样 就没有想到当你退选之后 第一个 你的募款金额大量的增加 还有我们看到 现在从民调数字看来 贺锦丽跟川普只差一个百分点 而且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真的是 每一次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剧情 每天不一样 对那你看 在台湾曾经发生过两颗子弹 还有换柱这个状况 我们都好几年的选举 才有经过这样 这一次在美国总统大选 全部出现了 同时发生 对所以他完全惊讶说 怎么会这样呢 好那你知道原本的川普 难怪股市大跌 大家都吓坏了 对你看原本川普 已经尾巴都翘起来 他已经觉得我一定当选 对不对 很多话现在都讲出来 可是没想到 就在这个周末的时间 突然之间 拜登你知道 拜登前几天还在X上面说 我绝对不会退选 对 结果突然之间他就退选了 宣布退选了 对退选之后你知道 第一个时间点里面来说 你以为说 大概民主党完蛋 没有 民主党反而因为拜登退选了 气氛不一样 因为第一个时间 保抉一下 金主回来了 一个小时之内 民主党的这个募款平台 募了一千万美金 一天之内募了五千万美金 折二新台币15亿 这是民主党有史以来 单天募款的这个天价 民主党一天就募了15亿台币 对没错 那现在拜登就说 我要支持贺锦丽 然后同时之间 他说我募了九千多万美金 我要完全转让给贺锦丽 所以现在贺锦丽可能会代表 民主党出来挑战拜川普 那你说川普就一定会当选吗 也不一定 因为目前为止 他不是稳了吗 没有 因为为什么 因为川普人 事实上很多美国人讨厌他 他们讨厌川普人太多了 只是因为拜登他们实在选不下去 但是贺锦丽出来 搞不好还勉强一搏 所以事实上CNN马上就说 根据我们最近调查 很多民调里面来说话 贺锦丽制度说47 川普是48 其实两个人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他们认为说 搞不好贺锦丽还有机会 跟川普一搏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整个美国总统大选 真的就服务这些 他现在是每天橘橘心 而且每天都是转折 一个转折 这个好莱坞剧本 大概也写不出这样的剧情 所以事实上目前为止 你看拜登为什么这样 拜登的这个退选 也是令人家觉得非常错愕 因为原本他都不要 可是问题保险上 目前为止美国媒体传出来的事 他走在他们德拉瓦州的沙滩上面 突然觉得他要退选 就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亲信说 那我要退选了 结果他退选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甚至贺锦丽他们都前一分钟才知道说 你要退选的一个状况 你说除了他最接近的两个幕僚之外 他的竞选团队 只比一般人跟你跟我 多一分钟 所以没有人知道 所以你看他的退选也是一个转折 那紧接下来一个转折是什么 马上你看贺锦丽就好像已经被拱上来 但你说贺锦丽现在就已经出现吗 没有吗 不一定 宝洁 我跟你讲 目前为止来说 还有欧巴马 还有裴洛西 没有表态支持他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民主党内 我跟你讲 你就说一定是换柱换成是贺锦丽吗 现在也还不一定 现在也还在风云变色之中 所以才说 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 真的是非常紧张刺激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剧情发生 因为大家在也没想到 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这个最强大的国家 他总统会因为衰老迟钝到他选不下去 对 没错 事实上我就跟大家讲 事实上如果真的拜登能够选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最能够挑战川普的 可是这一年来 大家看到拜登的样子来说 我觉得美国人大概也无法接受 你看四年前的时候 拜登的样子非常的坚定 你看他包括说之前 欧巴马在帮他站台的时候 他说Joe Biden Joe Biden还从下面往上跑上来 就没有问题 你看他当时是这个样子 你看在这个介绍他的时候 拜登那时候你看还这么有 还这么有这个生气勃勃的样子 你看他现在能不能这样跑 现在走路搞不好都成问题了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 四年前的拜登 跟现在的拜登 你看落差多大 而且有人把他四年前的演讲 就现在来比的话 那真的是天差地远 我们终于抗承 我们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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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年的变化也太大了吧 你看四年前的时候坚定 而且你看中气实处 你看现在他的样子 眼睛真的还好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那同时声音沙哑无力的感觉 你看很多美国人看到你这四年到底怎么样 你看四年前是这样子 你看很坚定的语气啊 整个感觉你看都非常有power的感觉啊 还敲桌子 很有感觉很有那种 你觉得他当美国总统 那是刚刚好的而已啦 那你看当时的时候你看 他还在竞选场的上面你看 欧巴马介绍他的时候 宝贝你知道 当时他还能够跑上来 他说欢迎我们的朋友 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Joe Biden你看 他东西用跑的 他还用跑的上来耶 宝贝你现在你这一年来 你有看过他跑步吗 没有 几乎没有看过 他连上空军一号都会跌倒啊 然后连在这个很多 包括说想很多场合里面 他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这四年前的样子 你对比他现在的样子 你会觉得能够接受 差太多了吧 对你看他 尤其他跟川普在辩论的时候 你看那个样子 然后这几年来说 动不动就是跌倒 就是跌倒的这个样子 那还有什么 最经典的就是在 这个所谓北约的场合里面 他根本忘记他在哪里啊 还要这个意大利的总理 把他牵回来 这个美国人看他眼里怎么办呢 所以没办法 我觉得拜登原本 如果没有这么老的话 他其实是非常有机会 击败川普的 还有这一次 为什么美国总统大选 会如此轨迹多变 才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对 不管是对于共和党 或者对于民主党 两边都太极度地厌恶对方 都有25%的人 非要除之而后快 那么你说 那拜登现在换成贺锦丽 会好一点吗 没有 现在这种仇恨 不会因为你换成谁 而有所改变 没错 事实际上在拜登还在的时候 美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 对他们两个都讨厌 你看这个比例是 这是之前对中后选人的讨厌 史上最高 所以就是说你看 都到25 都到25 所以就是目前为止 大家两个都讨厌 可是问题是你说 拜登现在去换贺锦丽 就不会吗 就改善了 没有 贺锦丽大家一样讨厌 一样 所以就知道 事实际上为什么 因为贺锦丽你在加州那时候 惹出多少麻烦 现在很多人都把他怪罪待他 现在美国 保险你知道吗 现在美国各州都在流行一个零元购 就是说我只要整个 抢劫在950块美金以下来 我根本就无罪 为什么 从贺锦丽当检察长开始 所以现在很多州完全资安败坏 这是败坏到什么程度 现在连伊诺马斯克都受不了 说我不要再在加州 我要离开到德州去 所以他的SPEX 他的所谓的重要的总部 全部都要签到德州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保险你知道现在多惨吗 这个美国除了加州之外 各州的资安完全都非常糟糕 市中心现在大家都不太敢住 好那尤其是什么 像今年4月发生一件事 民主党的这个中议员 谢安打他到加州去 原本要助悬 助悬的时候结果没想到 他就穿着这个防弹背心 你就说你干嘛 这是募款餐会 你这个我们都是 也西装都没有 重量级的金属 那你怎么这样 他说不好意思 我车停在市中心的时候 被打接手 我行李被拿走了 拿走的时候 我的西装就不翼而飞 他是联邦众议员 联邦众议员的车子 停在路边 对 居然被敲破 对 他的西装被打 拿走了 拿走了以后 他只能穿这么随便 他的募款餐会只能穿这样 你就知道他多糗 另外你看 目前也只在说 加州常常看到什么 很多大旅 大的所谓餐厅 或者是大的营楼 被打砸抢了一大堆 你看这是在加州的 奥克兰的唐人街 很多老营楼 他说我们都从来 没有被抢劫过 究竟他居然有八个人 来抢劫他们的这个状况 那还要呢 老板从店里面拿枪出来 吓这个歹徒 歹徒才会走 那于是很多人都怀有 这个所谓美国梦 现在都没办法接受了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间卖炒牌的店的服饰 还有这个鞋店 就这样也是一样 店内一片狼藉 为什么 他们这个 他们歹徒开着这个 偷来的这个轿车 你看完全打砸抢 把里面抢了一塌糊涂的 这个状况 我就讲嘛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950块美金以下的 大家无罪 所以大家都抢到一个劫子 反正950块 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闪人 所以台湾有 就会这样 0元购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事实上 这个大家都把他灌罪在 那就是贺琴力 而且你看 加州的那种所谓 宽松的法治 就是你贺琴力就是左派 你就是会这样 所以那又派在那边的人 对他又是很恨 所以才说 加州有一个汉堡店 我觉得大家有没有 他说汉堡店我要关门了 为什么关门 他说我做不下去 那你生意不好吗 没有他生意非常好 可是所有的顾客 如果停在外边 他的窗子 全部被砸破了 你说就是这个 非常有名的汉堡店 大家去加州都会吃 他说为什么要关店 我停在那边的时候 马上就有 态度来抢啊 所以事上这个对美国来说 我就现在为止来说 川普可能会对决贺琴力 但是两个人的仇恨史都很高 所以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剧情 还是继续好来乌式的演下去 我们要谈就是 美国共和民主党两党 两面的起义非常重 起义非常重 只有一个 他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交集 就是要对付中国 那最近川普提出了一个建议 把中国给吓死了 现在完全不可测说 川普到底在想什么 他说电动车没有关系 中国要发展电动车也没有关系 让你不要到了墨西哥去生产 我想做 为什么不要当东西啊 他说你到美国生产 他说 现在美国要变成世界工厂 美国在川普的心中 他要完全取代中国 对 你知道 即便是民主党推出贺锦丽 但是其实川普跟贺锦丽 两个来讲的话 都是未来对付中国来讲的话 绝对不会手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知道这一次 这个川普在这个 共和党的这个 全国代表大会当中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中国未来你的电动车 或是所谓的新人员车 你也不要到墨西哥去设厂 你也不要到其他国家 如果你敢去设厂的话 我当然可以克高关税 对不对 但是我鼓励你到美国来设厂 为什么呢 你全部到美国设厂之后 美国的就业率不就增加了吗 美国的工人不就有工作了吗 就有钱赚了吗 但是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贺锦丽曾经批判过川普 他说你只会拉高关税而已 你没用 但是川普就说 现在我出了一个新招 就是把你的中国制造的 或者是中国的资本家 全部叫到美国来 这就是川普的大绝招 那这是什么 在美国生产 那是他掏空中国的根基 因为中国这不是号称 所谓世界工厂吗 那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川普使出这一招 然后他把优惠的东西 都给中国的企业 你到美国来的话 那现在中国企业不是跑光光了吗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在三中学会 根本拿不出一个 未来经济的愿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知道美国会出什么招 他不知道接下来明年 一月这个新总统当选之后 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招 在对付中国 所以现在等于说 对中国来讲压力非常大 是他这次三中学会 就是完全搞不清楚 川普你要干什么 也不知道说今天民主党 对我还要下什么样的重手 所以纽约时报就讲 这次三中学会非常诡异 因为他没有提出 任何的经济方案 对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经济院级的经济方案 因为他搞不清楚美国 要怎么对付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拟定 所谓的因应政策 如果你知道说谁当选 谁做什么事情来讲的话 中国共产党 他内部都知道怎么去因应他 但是现在完全不知道 完全处在一个动荡的局面 那这种动荡局面来讲的话 习近平心里也会很担心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当然外传说 那这几天开会来讲 可能有中风啊 有干嘛的 他最近来讲出现在这个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的 这个所谓的调记软腹中的 这个场合上面 但是看起来 其实说真的 身体还是非常疲惫的 身心疲惫的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拿不出中国经济解决方案 是哦 我们看到 现在是美国共产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 你看到了川普 今天被当神一般的看待 因为今天在所有的人里面 大家很难相信 他竟然可以躲过 那个致命的一箱 大家觉得 他根本就是天选之人 他是神派到这个世间 来拯救美国 来拯救这个世界 你看到现在 这个现场 董卫康就差这么一点点 就差这个千分之一秒 他就会命上皇权 没有想到 竟然这样的一个子弹 被川普所躲过了 躲过之后的这个川普 所有人都相信 他一定会赢 这个赢 现在是川普的宿命 而川普今天 在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不断地去攻击中国 不断攻击中国 他以前的国务卿 蓬佩奥也攻击中国 所以之后 你看到 他今天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对中国复价直赦 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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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到中国 为他们购买 50 billion worth of our product 他们购买 nothing 他们购买 50 billion worth 他们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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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甚至说 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 我们购买 我们在昨天 范斯在演说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楚的 对中国表达非常清楚的 不以为然 他直接把他最重要的敌人 就是中国 而且他说 我们要赶快把乌克兰 解决掉了 我们要把所有的兵力 放到了台湾 我们要全力地来对付中国 没有想到今天川普 川普讲得更重 川普直接 用中国病毒来形容 而且川普在这个提名大会 上面的演讲里面来说 他已经直接把中国点名 为他的最大的敌人 而且他整场 你知道他整场讲话里面来说 其实他最不客气点名的 就是中国 为什么这样说 你看他讲到中国来说 讲到两个点 第一个 他曾经说过 我最好的交易 可能是我跟中国 达成的贸易谈判 他说中国要买500亿 他说以前中国都没有这样买 但是后来就中断了 为什么我不想谈这件事呢 因为发生了 这个中国病毒 The China virus 他还故意讲这个话 你讲 你就讲 新冠病毒不讲 你要China virus 你看很酸很酸的这个状况 同时他在说什么 我们不会让这些国家进来 抢我们的工作 掠夺我们的国家 他们做这些事情 掠夺我们的国家 然后他们要卖东西给我们的话 就要在美国制造 彻头彻为在美国制造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会用非常强硬的手段 这个至少排除掉 中国的所有的产品 而且刚才讲的 在这个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不是只有他的副手范子 不是只有川普 刚才讲的 从蓬佩奥开始 到北达克州的州长 包括南卡拉多州的州长 对 所有的人 全部都在批评中国 对 没错 好 川普除了讲这个 所谓中国China virus之外 他还讲另外一件事情 抱歉 中国应该是挫着蛋 他说什么 美国的汽车工业 濒临崩坏 我上任第一天 就把拜登的电动车指令 全部撤销了 没有那个电动车指令 对 所以他说 他未来不会发展电动车 所以他现在 目前为止 而且他说什么 很多中国大会车厂 以规避理由 关税为理由 在墨西哥生产 他说这样 也不行 所以那大会是这样 中国现在不是 就是以电动车 在拼上经济吗 对 他现在等于是要 摧毁电动车的发展 这摆明了 不让中国活啊 而且他还讲 你就算在墨西哥 生产这些车子 对 你就算在墨西哥 我有北美贸易协定 是 你进到了美国 对 我要给你收 100到200% 所以你看他现在 直达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 电动车 直接给你点血 另外他批评你说 你要买东西 你都没有买 所以他 中国并没有执行 这500亿 所以他现在上台之后 我相信 他绝对会跟中国 算这个账 所以中国习近平 看到这些资言来说 他当然应该是 打个膜在修了一个状况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连蓬佩奥都讲 你现在中国的间谍气球 竟然飞到美国的本土 我以前我们在的时候 都没有 你中国也太挑衅了吧 而且除了这个川普 大骂中国之外 每一个上去讲的人 全部都在骂中国 你看范姿说什么 我们要赶快结束 跟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我们要 美国要专注最大问题 就是中国 他这样讲 再来 旁边要说什么 他酸了这个拜登时候 发生的 这个中国 间谍气球 飞越美国 这个件事 他说我在的时候 四年都没有 没有这件事 如果我是国务卿 然后有这个 间谍气球 飞越国家的时候 很快我就会变成 前国务卿了 而且他讲 中国共产党 直接点名 中国共产党 已经变成 对我们国家 造成是来自国外的 最大威胁 所以我们就要说 他说在川普总统领导之下 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 面对他 最后他还酸着拜登 他说我要祈祷 拜登总统认内说 我们永远不会接到 凌晨三点的危机电话 因为他只能够工作到 下午四点 你看他还这样酸他 好像除了这个 这个所谓 旁边要这样说之外 他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北达拉州的这个州长 他说什么 如果拜登连任的话 这个美 川普如果能够任的话 将会使美国的能源 战略的主导位置 因为他会开始用石化业 那拜登总统的 这个绿能政策 看起来是为 中国和伊朗制定的 那么他的政策 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 你看他直接骂他 然后这个 这个南卡州的议员 因为他是女性 他说中国的芬太尼 你要把芬太尼讲出来 然后一个罗杰斯 他说什么 他说重要的矿物 所以他等于是 每一个州的州员 都是把 他提出他们州 有关中国的政策 完全都把中国 骂一顿的这个状况 而且我们常常讲 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 现在川普说 我要集中力量 对付中国 之前我们常常讲的 拜登的时候 不是从阿富汗撤军吗 对 他说今天 我们才点点说 原来从阿富汗撤军里面 这个巴格兰空军基地 对 他说川普说 这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基地 是 本来以为美国 控制这个基地的时候 是随时可以威胁中国的 对 没错 因为事实上 在整个这个会场里面来说 大家都把他当成是弥赛亚 救世主这样 结果他不只要救这个美国 他现在把全世界都点了一遍 他说目前全世界有几个地方 北韩 这个台湾 还有菲律宾 亚洲 濒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他同时还说 这个拜登时代是 他们政策错误 然后他说什么 你看他才讲到一个点 就是说 拜登退出了阿富汗 他退出阿富汗之后呢 保险 这些我们美军的装备 就落到中国的手中 然后他同时还说到 他说 尤其是 有一个基地的丢掉 他觉得完全不应该 他说 拜登政府放弃了 这个巴格拉姆的 这个空军基地 他说 他是世界上最大 最具战略意义的 这个基地之一 那最强的跑道 最强大 最硬化 加厚的跑道之一 我们放弃他了 他说 我喜欢他不是去阿富汗 他说 因为中国的关系 他说 这个地方 距离中国 制造核武的地方 只有一个小时 那你知道吗 是谁拥有他吗 是我们 那我们来说 原本是我们的 中国拿走了 这原本是我们的 而中国正在包围台湾 所以他等于是 因为他认为 这个巴格拉姆的 这个基地 因为距离中国非常近 他说 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飞到中国了 尤其可以打击到 中国所有核武器 结果我们放弃他了 拿他说 现在中国在包围台湾 所以一下之间 他认为 这都是拜登 做错了一些事情 所以你说 中国正在包围台湾 如果我们有 这个巴格拉姆 这个的话 我对你说 在你的背友有一根针 甚至你在背友 一把刀 你敢轻举妄动的时候 我从巴格达起飞 我从阿富汗起飞 我在阿富汗起飞的时候 我随时 可以进攻到你的背后 对 所以他讲的 言下之意 就是这个样子 中国包围台湾 如果有这个 我可以包围你 好 那他在讲什么 他说哈马斯跟以色列 这个如果我是总统 一切都不会发生 他说呢 美国面对的是 一群凶悍的人 但是现在美国的执政者 不凶悍 他说民主党 只会对我选举的时候 那些争议 表现很凶悍 其实他说没有 所以他说 没有敌人 会怀疑我们的力量 如果我的话 好 那他还同时来说 这个维克多 就是匈牙利的总理 就说他说 俄罗斯怕我啦 中国也怕我 所有人都怕我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原本世界和平 但是现在 全世界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 所以他就知道 你看他就 他就说 我是最强最强的一个人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 川普现在为止来说话 已经自认说 他应该是会 党选美国总统了 开始在发表一些 外交政策方面的政策 那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 非常完整的一个目标 就是 他绝对会对中国出重手 因为你答应我的 五百亿美金的购买 你有做到了吗 另外一个 中国的电动车 我也觉得要扼杀他 所以就知道 光是这两点 我觉得就让中国 完全吃不消了 而且刚才讲到 现在的半导体 竟然已经变成了 民主共和两党 共同的目标 要把你任何人 在半导体世界上 你要跟中国合作 你就会变成一个高峰线 对 没错 我们讲 事实上 目前为止来说 拜登呢 他原本是小燕高强 可他现在越来越 越来越严格 他现在几乎是变成是 完全都不能够卖 你看他最近说 这个迪斯科 或是东京威力客创 艾斯摩尔等等 你不要再卖 这个所谓设备给中国了 就用这样方式 那你看 全部的这个股价 就出现大跌 可是保久跟你讲 川普上任之后 他只会越加强硬 他绝对会是做得 比拜登更加强硬 所以现在对所有的 科技类股来讲的话 进一步跟中国脱钩 这可能是未来 川普上任之后 会做的一件事 好 我不要找 现在金玄就讲的 一颗紫带 让现在川普 在整个美国共和党 有一个神一般的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后来 大家做的这个动画 你才知道 那个当时 真的是千军一罚 他当时只要 闪着慢一点 不要一秒钟 只要千分之一秒的时间 他就会命上皇权 对 没错 你看这个 这个画面来说 保洁你知道吗 这个川普也在这一次的 他的共和党的圈代位 秀了这些东西 秀这个 秀这个什么 你看 我就差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 我就在那个刹那之间 我去看了一个简报 你看原本是这样子的 枪手是瞄准我的 我就这样转一下 就闪 这个子弹就插过我的耳朵 你看他在秀什么 你看他在秀什么 他把这个 他在讲这个故事之后 你看他把这个照片 弄出来了 就是他 然后这个旁边有子弹的 这个痕迹 他把它画出来 然后他就说 我中弹的时候 我知道我好像中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这个密情局人员上来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怕 为什么 他讲了一句话 保洁你知道 就是我有上帝站在我这边 所以他一直讲到 你看 我原本不应该站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我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晚上 我能够这样子全告 上帝的恩典 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 这是个幸运的时刻 所以你看这整个 而且你看 保洁 他还把刻意把这个 他为什么 他说我为什么会闪过呢 他把我看的那张照片 那个图表 我把它弄出来 就是他在 当时他在看这个图表 他就是在看这个图表 对 他就是在引用这个图表的时候 看了一下之后 因为他记不得那个数字 他就在看一下 他就躲开这样 他还特别把这个 重现这个当场给大家看 我是看这个图表 我的头偏了一下 我就闪过那个子弹 对 所以你看 事实上没有错 他讲的非常多 都是有关于这个 国外的政经 美国的政界 但是其实 他最有记忆点的 就是他在讲 他这个被预袭的那一刻 那讲完之后 保杰娜 整场我可以形容是 恩典亦满的这个状况 恩典亦满 全部大家都说 非常的high 非常的兴奋 所以你看 这整个这个全代会 对川普来讲的话 毫无疑问 让他整个共和党的士气 完全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看到 他从今天从进场 到开始演说 到所有的规格 那个不是候选 那根本就像神一般了 对 没错 你看这个整个 当然有他过去 实境秀的整个感觉 但是你看 他把它营造成什么 他就是个救世主 从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继续的呼喊他 然后你看 他现在是在做什么 就是因为 这个这一次 不是有一个中枪的 这个消防员 他还这样亲他 你看 就是说你看 我们要把荣誉归给他 他用这样的造势 所以我觉得你看 这一次的川普 让我们觉得 跟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他都是很强悍 但是或许是经过了 恩典的这个 满意的恩典 还有这个上帝 在他身边之后 我觉得他变得 有点不太一样 好 回程 我们跟他讲的是说 现在这一次的 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大会里面 全部都以中国为敌人 全部都去攻击中国 今天拜登甚至是 今天川普 甚至用China virus 直接说你是中国病毒 来形容他 刚刚讲的 他今天竟然演讲了 一个小时又32分钟 一个小时又32分钟 这个大概是美国 有史以来 总统候选人讲最久的 而且全无人场 是 真的全无人场 我前面他会看了一下子 我跟你讲 真的是他非常懂得 去营造整个氛围 他直接他说 每个人都问我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之前都没有告诉人家 因为这真的是太痛苦了 你还要再去想一次 所以我们看到 你在现场里面 他的演说 他只要一演说 满场沸腾 去所有的 遗亡男人和女人 who have been neglected abandoned and left behind 你会不会遗亡 no longer 我们会押忍 forward and together we will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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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s future will be bigger better bolder brighter happier stronger freer greater and more united than ever before and quite simply we will very quickly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会在大家形容说 那个现场 整个都烧起来了 是 它完全就是一场 实际秀 而且说一句实在话 它整个铺成得非常好 有感人的 有让人家痛哭流涕的 有让人感同身受的 到最后 一向光明 然后的胜利 所以你会觉得说 整场真的你看很感动 他甚至直接想到说 我不应该在这里 因为上个礼拜有枪战 我不应该在这里的 后面下面人们 明明就讲 是 是 是 全场欢腾 你知道吗 就觉得就说 你为什么可以在这里 因为有上帝 所以他才会讲说 我有上帝在我这一边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他真的是整个 让人家觉得什么 圣灵充满 然后觉得天选之子 对 然后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我好像参与了 一个神机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其实这个非常厉害 而且中间有一段时间 他又讲到那个 不幸上命的那些人 然后讲到说 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为了他们 反正卸了很多人 所以整场会让人家觉得 他跟以前川普不一样 以前川普是攻击性很强 对 胸辱攻击批批 对 就是他现在会让人家觉得温暖 然后他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我们要团结美国 你知道吗 他最后还有说 我们那个相关人 有抽了一百万 要捐给这个家庭 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说 他真的是一个很伟大领导人 那种感觉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场今天参加的一些名人 每个人真的都是非常投入 包括有一个也是非常有名的 摔角偶像的绿巨人霍根 他本身也算是一个那种 也是实际艺秀上的 他讲一讲讲 他把他整个衣服都撕破 你知道吗 他那一幕你真的 你会看你会觉得 哇 这真的是很投入 这实际艺秀是他的招牌动作 对 而且他边讲 他说上个礼拜 有一个人竟然朝我的偶像 朝我的川普开枪 然后讲一讲就开始 你知道他讲什么 Enough Enough 那就开始撕了 然后撕了之后 他就会讲到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宾州要赢 我们川普要赢 我们要让这个伟大人赢 我们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以他从头到尾 就会让他提起 就说 我告诉你们兄弟 他们差一点 杀死我们这个伟大的一个总统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整场的一个提名会 会让人家觉得 非常的一个振奋 而且问他你想说 这个对比这个也太明显了 刚刚讲 今天川普讲了一个小时又32分钟 刚刚讲的这个演讲的过程里面 全部都是高点 全部没有一个地方是冷场 那个灾难的90分钟 不但是说辩论会结束就算了 而这个辩论会结束的恐怖情绪 是不但在扣散当中 刚讲北约现在非常的紧张 但是说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的话 他真的要求北约直接去面对俄罗斯 更不用讲 泽伦斯基在整个情势转变了以后 他马上讲 他现在已经拟定计划 要拟什么 要拟定一个和平计划 但最惶恐的当然是美国 美国现在第一个 现在共和民主党的听处也讲 你现在要把里面的很多人给我换掉 更多的是什么 现在拜登你还选得下去吗 拜登你就下台吧 现在他们已经在讨论 谁是接班人 保罗哥现在美国掀起一个叫做 排山倒海的熄灯计划 熄灯 对 要把拜登这个灯给熄了 而且警戒而来是 到底谁能够接这个办 到底谁是接班人 为什么会这样讲 首先我们光从民调数字看 你就知道了 已经高达72%的选民 换成七成的人都看到拜登 在辩论场上的这个表现 认为他已经没有能够 试认了 不是不是试认 是没有能力在竞选 他跑不完这样的选举 他没有办法再从事这样的选举 72%的人认为他选不下去了 对 不应该再选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不只是 我们看到拜登陆陆陆续续的 包括他爬楼梯的画面 跌倒 跌倒 而且他不是跌倒一次喔 这个叫亮呛 什么意思 我一次 两次 三次 代表我跌了之后 我根本站不起来 我的腿软 所以连走路都走不好 各位 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 对 而且不只这样 我上楼梯会跌倒 我骑脚到这会跌倒 我走路会跌倒 你还有什么地方不跌倒 对 人家是 踩不下去 踩不下去 踩踩不下去 他不是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自主的行动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辨认场上看到 他那个呆滞的眼神 已经在验证一件事情 拜登的身体机能 在近半年来 退化得非常严重嘛 也就是原来民主党 早就知道拜登现在的状况 拜登现在这个状况 大家引而不说 可是当 现在你在 等于说 辩论会那个场景出来以后 再也掩饰不住了 你看这个画面 突然呆着起来 原来他这半年都是这样子 原来他这半年的状况下 他的身体 他的心智 急转直下 对 包括麦哈锡 我们讲共和党的这个前众议员 他都讲出什么 拜登跟我当初认识的人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 他说我先前跟他开过会 见过面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至少还可以变财无碍 而且呢 逻辑非常清晰 但没有想到现在 在这六个月里面 他的身体 特别是认知状况 已经开始急速恶化 麦哈锡讲大白话了 这半年的时间里面 拜登的认知能力 已经出现极大变化 对 而且你要看 现在整个风向已经不同了 不是 而且他讲了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恐怖 他说 现在的拜登 跟我以前认识的拜登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 对 同一个人 已经不再是同一个 他已经认不得 现在的拜登了 所以你看 整个大风吹 这个习登进化 已经齐卷全美 为什么 因为连美国最高法院 都在这时候呢 补上一脚 直接说川普呢 因为过去他是不是 卷入非常多的行事风波 包括了行政风波 他说没有 因为他如果这样 竞选下去的话 因为他拥有豁免权 所以代表川普 所以他在形式上面 是有完全豁免权的 对 他已经拿到 免死金牌了 根本不会出状况 但你要看喔 整个美国 因为我们很难得看到 从political 到Rutus 这个是世界各国人 都在阐述一个概念 谁是接班人 谁要接拜的班 谁是下一个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先讲political 这是最亲民主党的一个媒体 他说 这就是民主党 Here's how Democrats could replace Biden 他讨论是什么 谁来把 谁来取代拜登 对 把拜登再换掉 而路透社也说了 民主党如何在11月以前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在8月19号到22号 他们即将举办 所谓的全代会 他说取代拜登 成为总统候选人 所以大家 你要不要仔细注意到重点 连bb7都说 谁能取代拜登 变成民主党的候选人 更不用讲 刚刚讲所有的媒体都讲 连卫包 卫包都讲 谁能够取代乔拜登 这有六种可能性 连六种可能性 谁来取代他 他们都开始讨论 都已经在做 事后的沙盘推演 包括AP 包括经济学人 全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谁取代拜登 各位 你这代表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已经所有的媒体都认知共同 共识一件事情就是 拜登 他绝对不可能 再继续取代下去 现在第二条路就是 找到他的接班人 来取代掉他 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 一定在美国政策里面 早就流传了 刚刚讲的麦卡锡讲 这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拜登的认知能力 是极度的衰退 衰退的状况下 当时华尔街日报 就做了一个专访 他去问了很多拜登周边的人 非常恐怖的是 他说拜登的讲话声音 越来越小 他越来越没有专注的能力 而且你刚刚看到 他很多的行为能力 也越来越糟糕了 最可怕的是在于 什么在于说 其实大家都早就已经知道 拜登这个情况 拜登这个状况 只是没人把它戳破 但是在辩论这一场 等于是一举的 把最后一根稻草给压倒了 所有人全部都涌出来 为什么 因为华尔街日报公布这个报导 是有45个我们讲的 朝野的议员 都共同发表这样子的看法说 也就是你在这段时间 有跟拜登互动过的人 对没有错 他说有啊 拜登要嘛 就是讲话非常气囊 不然就像那种老人家 他会干嘛 我男男自语 听不懂他不知道 他就自己突然跑到 自己的时空里面 开始成男男自语 然后连行文居止 甚至政策都搞不清楚 他们说最可怕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 麦卡锡就讲了 喋喋不休 男男自语 甚至是比如说保底哥 喋喋不休 男男自语 对 那拜登会发现什么状况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讨论到 谁是接班人 这个问题都对 那我聊到一半之后 拜登就会说 保底哥 我们刚才在聊什么 真的假的 我们还没讨论到这班人是谁啊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他讲说 他主导会议的能力 每天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很正常 有的时候完全失常 甚至在谈判最后的阶段里面 我们在最后阶段里面 大家不是应该把问题 越来越现实吗 没有 他开始跳回一个 非常古老古老的一个问题 他说 对不起 总统先生 这个我们已经早就讨论过 我们已经解决了 他说拜登听到我的讲话 他有shock说 蛤 这几个问题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对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 最可怕的是拜登手上还有拿着小卡 换言之你看 仔细注意他在讲说什么 就说他会忘记好几个礼拜前 我们大家早就已经下定论的内容 而且他不管是讲什么话 都得要仰赖他手上的小卡去念 所以他就变成是跟poppy 跟这个行尸走漏 跟傀儡一样嘛 所以他现在没有卡片 就没有办法进行讨论了 对 没有说 而且你看他仔细讲说什么 当他开始发言的时候 他用记事本来陈述 早就已经讲过了 甚至是与会者会连他的声音 就是他自己拿着卡片 这样念的 男男自语 叠叠不休 对 那最后发生什么状况 变拜登变成只是一个 我们讲的神主牌 只是一个人喜利牌放在那边 然后所有的事情 大部分的对话 都是要由他的幕僚来代文回答 所以他早就已经出现这个状况 在早餐饭 他们讲的理由是什么 不是 拜登真的没有问题 而是拜登被玩坏了 被谁玩坏 他们说在辩论场合上 我们是不是看到拜登这个画面 然后停了17秒 就待一只在那边 然后眼神不会动 他们说这个 要怪就要怪他的律师 要怪就要怪他的自身不了 为什么 因为他当时就把拜登 其实原本变财无害 这个准备都准备得很好 把他带到大卫影 就一辩论你知道 训练训练了几天吗 六七天 训练六七天 他说把他操到过劳了吗 你说我觉得拜登那天就是因为身体不好 太累了 累坏了 而且你看包括他的这个 主要的募款者摩根都讲了 就是因为被操过头不断的练习 才会导致说最后的状况变成这样 因为他在练习的时候表现很好 那我问各位个问题 如果一个总统 他被操个六天 被操个七天 他也只是按照我们一般人 朝九晚五这样的工作 来进行去准备 最后他产生的状况 竟然就会失能 那你不是反而验证一件事情 你累都不能累的总统 但如果遇到重大角色 遇到重大国家事情 他该怎么担任下去 所以不管现在 拜登的竞选幕僚怎么来解释 怎么样来说 他的状况其实非常优秀 给你看到 接下来的画面 现在在美国的媒体里面 是不断的被重播的 不断的被重播的 刚刚讲的 你现在走路你会跌倒 你现在在参加重要会议的时候 你完全不知所谓 甚至当大家面朝一边的时候 你会另外一朝一边 这个刚讲的 这就是一个活动里面 你看欧巴马在旁边 那个人说谈笑风声 就刚刚讲的 拜登完全不会动 而且拜登 连怎么下台都不知道 最后 还是欧巴马牵着他的手 他才知道怎么走路的 拜登现在很像是 我们讲的那种 已经用了十几年的老电脑 你知道吗 用用之后呢 他就突然卡当 停在那边完全一动也不动 所以你仔细看 当时这个 我们讲募款仓废的时候 没有想到 拜登就在台上 然后瞬间 大家都还在欢欣服务的时候 他就站在那边了 所以你看欧巴马非常紧张 有时候不对 他已经察觉状况不对 把他牵下来 所以我们仔细再回去看欧巴马 那个贴文就懂了 欧巴马为什么我们讲说 这个是一个价值上的选择 因为他自己也早就已经清楚 拜登的状况恶化的 越来越严重 他就在他身边的人 包括 难怪刚刚讲的 每日电讯报曾经讲过 拜登所有的体力 他所有的能力 只能到了下午四点钟 如果你超过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他的体力 他的智力 他的能力 完全没有办法配合 你发现 他现在所有出状况的 都是下午四点以后 对 而且我们很少看到 Fox News跟CNN 竟然同时双边有个共识 为什么 因为以前这两个电视台 基本上立场都相左 但没有想到Fox News 讲说什么 讲说连内部人 都出来吹哨说 这个拜登确实出现问题 而CNN 我们讲的 卡尔伯恩斯坦 这是非常知名的 一个重磅的 这种新闻从业业者 也在讲说不对 其实拜登的亲密人士 内部的消息人 早就讲过说 你们看到辩论场很惊讶 对不对 在这半年 一年半以来 我们早就看过高达20次 这样子的拜登 跌跌不凶 难难自语 不知所云 而且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之前六月音乐会的时候 拜登有没有 是不是站在中间 然后哥哥 你看 拜登干嘛 他就突然荡在那边 一动也不动 然后大家在欢欣鼓鼓 在跳舞 甚至旁边的那个 我们讲的这种政治人物 还特别推了一下 然后跟他拍一拍 希望他有所反应 就没有 完全没反应 就是这个反应 已经持续的将近快要 二十次之九 而且另外刚刚的画面 就是你在洛曼蒂登陆的 那一个纪念场合里面 一样你是跟各国的元首 在那边 所有人都在看跳伞 都在看那个跳伞员 只有拜登 他不知道在看哪里 而且他还要往另外一个地方走过去 后来要是 幸好是等于说 意大利的这个总理 马上给拉回来 不然 他根本不知道在对谁讲话 他根本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 对 就是如同那个泰杂志 那个封面都在 拜登就这样默默的飘 默默的飘 最后走出框了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不只是 连自己在讲什么不知道 连他自己的言行举止 连他自己的走路 就是够你向后面 他真的不知道 自己该走向何方 好的 现在 前白宫摄影就已经讲了 他这种状况 早就已经很久了 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在后面 那就是他的老婆基尔 基尔拜登 还等于说 他就是一直超过了他 将他所有的状况 跟外界隔绝 对 没有错 因为拜登如果他的行为不能 如果他早就已经失常 那为什么他可以持续 甚至能变成是 民主党总统同学 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苗头 都指向Gill 也就是他的老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前白宫的摄影官 就出来讲一句话 他说过去我们要采访的时候 理论上我们就算有一个记者是 那总统有总统的位置 但我们还是时常可以互动交流 但现在出现的状况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场上市的 这个Force of July 国庆的活动 其实我没有想到 拜登被我们层层隔绝 我们根本连接触都接触不到他 甚至是除了公开场合 有念稿的 有致辞的 我们稍微可以跟他提问问题之外 平常只要拜登 旁边都会有人一直围绕 甚至把他锁在小房间 甚至把他让他完全的跟与外界隔绝 这个人是谁 就是他的老婆Gear 所以他们说是Gear在背后 一手操控着 早就已经失去行文能力的拜登 所以他已经这段时间里面 完全不接受提问 因为他已经没有奇问奇答的能力了 对 没有错 就像今天我们刚才是不是讨论到说 川普竟然被最高法院判 就说有这个所谓的豁免权 结果拜登有出来回应这件事情 但他回应的方法是什么 他一样全程是看着稿念 而且完全不接受媒体的访问 但这四分四十秒当中 他们根本形容叫做大型车祸现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在看这个Pronter提示机里面 可是他有一段说 这个停顿 微笑 或者说应该这边语气要上扬 他把这些事全部念出来了 他把背注念出来了 他把背注已经该如何念都念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 而且最后四分四十秒 仓促的马上转身走了 很怕被人家看出破绽 你就知道光是这种反应 已经验证一件事情 拜登完全没有再有能力 去担任总统这个职位 也没有办法去竞选 而现在大家必须要担忧的是 接下来到底该由谁来接班 好 所以事后 刚刚讲的 上礼拜五 那个灾难的辩论会 真的已经对美国造成其他的冲击吗 像你长期跑财经 你说 华尔街的风 已经换了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 还有这个金主 还有包括说像华尔街 风向都有点转变的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他们看到这个拜登 真的有点太老 尤其是你知道 因为他也知道他辩论的不好 所以他在当天辩论完之后 他还跑到一家餐厅去 他想要证明说 我身体还很棒 可是人家看了这个照片的时候 真的是觉得说 他真的太老了吧 你看他进去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动作 他是走在吉尔后面 就是吉尔在他前面 然后他在后面这样子 可能吉尔走到哪里 他就要走到哪里去 那你看他整个动作 非常非常的缓慢 大家才知道 他跟一般民众互动 是这么缓慢的人啊 那你可以看到 他有时候好像 都是慢动作 很慢很慢的动作 我们没有慢转 他就动作这么慢 所以他想 看到这个照片之后 大家更是觉得说 他实在是有够老了 他整个动作都非常非常慢 然后非常的 有时候可能也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这样的感觉 所以整个他 他原本想要替他 在这个辩论会 这个灭火 就原本想要越灭火 越烧越大的一个状况 因为刚才讲的 当那个辩论会 这非常糟糕之后 他的太太 马上弄了一个救援计划 救援计划就是在48小时里面 在七个 四个州办理了七个演讲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活动 不办还好 越办把大家给吓死了 而且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 有几个风向变了 一个是大法官 因为美国大法官 原本来如果这一次来说 针对川普这个案子来说的话 尤其他任内最后的 有一些作为来说 是不是已经预约了总统的职权 结果没想到6比3 认为说OK 这是他公务职权 能够有的这个豁免权 所以没有事 没罪了 所以没罪的话 他当然可以竞选到底 那事实上这个 有点跟美国的风向 是不太一样的状况 这个大法官就做了这样的判决 另外第二个是什么 包姐那华尔街 最近开始出很多报告 那Morgan Stanley 大这个所谓高盛 他们都说什么 如果川普赢的话 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把川普会赢 列入一个选项 而且现在是第一个选项 因为他们通常都是 最有可能的情境嘛 就最有可能情境 第一个出现的就是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所以简介了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 那在上一届大选 你说现在全世界已经为了川普 可能当选做准备了 所以那第三个现象是什么 金主开始落跑 那那几天的时间点 里面来说 他不是走了非常多吗 走非常多州啊 然后在做这个募款的这个状况吗 那很多民主党的大金主 民主党的大金主 大概很多是华尔街啦 或是高盛人 这个相关人士 他们就说 他们听完之后 我们这几天不是讲吗 很多华尔街 或是很多民主党高层人士 开始说要这个拜登退选 其实很多就是金主 金主自己讲说 我钱都压在你身上 就退了 所以现在金主听说 有一些这个钱 开始目不进来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 拜登还是这个 这个非常坚决的 跟他的金主说 我会赢 但目前为止来说 失误是没有那么好 而且美国也有赌牌 他也有赔率 现在川普的这个 川普已经赢拜登了 对就是说你看 事实上一直以来 两个在纠缠的这个过程 就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 川普继续往上升 但是拜登你看 经过辩论之后 几乎是往下跌的非常严重 所以看起来的话 美国现在 所有的华尔街人士 所有的金主失误都预测 可能呢 这个川普赢的几率是 越来越大了 好回程 刚刚讲 这个是经济学人 其实我们知道 选照片是有意义的 我如果要羞辱你 我就给你选一个 很难看的照片 我如果要去捧你 我会帮你选一张好照片 没有想到经济学人 大家选择 川普这张是好的照片 是好看的照片 对 就代表一种风向 而且刚刚讲的 现在变成两种 两种 第一个就是 开始认真在讨论 如果川普当局会怎样 第二个是 拜登你下台吧 你赶快离开吧 你看那个对比 川普呢 他是一个 胜券在握俏皮的脸 那你看拜登是什么 下台的背影 经济学也太狠了吧 同众看 他同样两个人 都有一张照片 这是川普的照片 刚刚讲 得意洋洋微笑照片 另外一个 是背影 是下台的 他意思就是叫你留下一个 好看的下台的背影吧 然后在另外一张网上面 另外一个 不知道哪一个媒体 他是什么 为什么 拜登 你怎么走 你知道吗 现在整个 美国的氛围是照 所以事实上 我昨天其实就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认为 民主党内部一定有很多人 一开始就觉得 这个拜登没有办法 跑完这一次的选举 很早以前 就希望他可以下来 希望他可以不要选 但没有想到 这个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了谁 救杀老婆吉尔 非常强势 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东西 你看就是这个画面 不断的重播 你看这个整个吉尔 然后你不知道人 以为是他选总统 那个拜登 跟自己的傀儡一样 坐在旁边 而且他跟他讲很多 很多的画面出来 他跟他讲很多话 你做得非常好 你回答他所有的问题 他可能在杀小孩 你知道美国的总统是什么 是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强人 对 你看就是这个 你做得很好 然后表演得很好 然后你回答每个问题 然后这样 你可能跟他做小孩 做得很好 那可以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画面不断的重播 反而更惨 更惨 因为他完全凸显出 拜登的一种软弱 跟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今天 其实经济学人 为什么用这么一个 强烈攻击拜登的语言来讲 刚讲的 为什么选择这个照片 对于拜登这么不利 他里面其实那位有 那一文经济学人就讲 其实我们在一月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知道 拜登的状况不好了 当时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担忧 放在了封面上面 可是拜登的正义 民主上的正义完全不在乎 而且就讲 就算他主要 这个情况有多恐怖 他说 就算是担心拜登年纪太大的人 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就看到上礼拜五的 那个场景之后 所有人全面的崩溃了 华杰哥我跟你说 我不觉得他们是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 然后真的因为看到这个场景 跟恐怖秀一样 他们直接用恐怖秀 horror秀来形容 然后崩溃 我甚至怀疑 这是民主党故意 就让全美国人看清楚 看清楚是什么 就是拜登事实上已经不能逝世 他完全被吉尔给操控 他们要用社会的舆论力量 告诉拜登 请你退选 请你为了美国而退选 为什么我这样讲 那个Burstein 刚讲的这个Burstein 就是水门案的那个记者 他其实这篇文章里面讲的很多内容 他说过去18个月里面 已经有他很多的一些幕僚人员 至少看过他呈现 那个辩论会那样子的状况 15到20次 18个月里面看到15到20次 那代表每个月至少都一次 第二件事情 很多的一些就是金主 跟他们的一些就是伙伴 他们都早上前白宫的参谋长克莱恩 跟他说那个拜登的身体 真的有状况 然后呢 直接用的语言是什么 We have a problem 就是说 咱有一个问题 有问题了 这问题没解决不行 结果他说什么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is But they have been shut down 意思是什么 门关起来 可是我都没有跟你说话 没有要回应你 换句话说 大家知不知道拜登这有问题 知道 那有没有去跟他们讲说 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继续 有 然后呢 然后 没有人处理 不是没有人处理 他们就是认为 就把他 我们就是要摔到底了 怎样 现在情况是这样 还记得辩论会完那一天 拜登 连要下台 都不知道路 不要走 是谁要让 怎么 最后是谁 是集合在台上 把他签下台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 就是这个画面 别论完了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现在拜登要不要退选 要不要下台 是谁决定 Gear决定的 只有集合才能决定 因为拜登已经完全 没有办法决定了 而且他还去上Vogue 还去上了Vogue的封面 等于是现在 最想要逼着拜登继续选下去 他还要继续当第一夫人的 就是他老婆 对啊 你不当总统 我怎么当第一夫人 所以你让给我选 好 其实我真的大胆假设 民主党其实是用这样子 形成是一种 一个社会的氛围 要求现在拜登之所进退 然后要他下台 好 所以提问 刚才讲的 这个对民主党来讲 会受狗疗了 整个等于说 整个内部 整个炸锅了 现在你昨天就讲了 他们现在是换也不是 不换也不是 就可以像当时国民党 你到底要不要换柱 你换柱也输 不换也输 对 但是美国的选举 跟台湾还是不太一样 那国民党要换柱来讲的话 对朱立伦 他去选 他自己认为能够当选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问题是 美国拜登总统 他现在是现任总统 他不是在野党去挑战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你按照现在的机制 如果说民主党 能够证明说他生病了 他今天来讲不能选总统了 那有任何的医师证明 出来说他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请问他现在 正在总统的位置上 是不是要马上辞掉 马上不能复行事事 那不就代表民主党 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如果你不能竞选总统 那你怎么有能力 执行总统的职责 是啊 卡 就卡在他现在目前是总统 然后呢 问题是 如果这样的话 那代表贺锦丽要夺权 因为接下来就是副总统 直接 这个复行事事就代理总统 所以你说如果拜登不能选的话 他不是不能选 他连总统的位置都要辞掉 是 因为你现在总统 任期是到明年的1月 所以代表说 你就算不参加11月5号的选举 你必须现在马上立刻 辞掉总统的职位 然后由副总统贺锦丽代理总统 那你这种情况之下 这时候除非你总统跟证明说 你还可以扶行你的职权 你可以跟国会讲 国会用三分之二再给你退回去 说这时候你还是可以当总统 但是问题是 如果没有获得国会支持 你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主党会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嘴巴嘛 好 那再来一件事情 即便把它换下来了 换下来之后 接下来你看到 经济学人也好 金融时报也好 列出那么多的候选人 你觉得民主党不会分裂吗 民主党绝对会分裂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服谁 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一些 在过去肯定参加过初选 或者是现在可能名利之星 那你又问说 那难不能欧巴马回来选吗 柯利哥回来选 西拉人回来选 对不对 不过我告诉你各位 这些老人 他们通常要赚演讲费 为什么呢 只要干过美国总统的 外出演讲一场 至少是50万台币起跳 所以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这些人如果去辛辛苦苦 再回去干总统 可能被骂得狗血领头 然后呢自己又没有获得好处 但是如果他外面去赚钱的话 他们可以赚更多 所以为什么要回去 当总统这个职位呢 留的清律不是更好吗 所以只有这些 民主党的年轻人 后辈晚生 会想要去选 当过美国总统 就不想人家再回国了 不可能 因为我在外面赚更多 是不可能再回去 回国选总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民主党如果真的拜登下来的话 会大分裂 大分裂来讲的话 就形成他的国会选的更不好 国会选的更好 他民主党连国会都败了 所以什么意思呢 那不就川普稳了 也可以说川普算是比较相对稳了 但是问题是拜登民主党 可能还把他拱成一个绳 然后呢让他不能下来 然后不能下来 不然的话他现在马上 总统职位就不见了 对的 该讲的 现在川普的机率越高 把北约吓死了 把泽伦斯基吓死了 泽伦斯也讲 我已经在拟定了一个和平企划了 对 没有错 那么大家都想象不到 这一场辩论呢 造成全世界三个领导人当天晚上失眠 是谁呢 第一个就乌克兰的泽伦斯基 第二个就习近平 第三个就普丁 为什么泽伦斯基 你要泽伦斯基一向拒绝跟俄罗斯和谈嘛 对 这场辩论一结束 泽伦斯基说 我们拒绝乌克兰跟俄罗斯面对面的和谈 但是我们同意三方会谈 三方会谈就是比较古物协定 然后我们坐下来谈三方会谈 比较古物协定 我们矜持不让 但是我们愿意谈这样 那瑞大你说 现在这样的一个请示 对俄乌的战争会有影响吗 影响非常的大 你忘了川普曾经警告啊 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了以后 泽伦斯基如果不愿意坐上谈判桌 跟俄罗斯谈判 美国将断绝所有的军援呢 保洁你知道那个军援不是炮弹而已 不是155榴弹炮不是海马斯火箭弹 不是这些飞弹战术 那个远距离的飞弹不是 乌克兰现在连薪水都是美国在付的 是假的 乌克兰现在能够这些军方 这些战那个军费呢 能够维持下去 这个仗能够打下去 是美国在负责的你要知道 所以呢 这么庞大的军援呢 至少上兆 更何况也包括这个等于说 欧盟跟北约嘛 那所以你知道 现在啊 这场这个辩论一结束了以后 北约立刻派一个高级官员 进驻到基辅去 对 为什么 现在目前看起来超过六七成的几率 那么川普很可能再次入主 这个怎么 白宫 那入主了以后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而且呢 要命的是 为什么说第二个 那个习近平 这个会很紧张啊 因为很简单 川普不跟你说什么 记不记得他跟那个 那个 川普跟习近平吃饭的时候 那那个 川普过去敬酒 给习近平敬酒 在耳朵旁边说 我刚刚发射了好几十枚的战斧 虚一飞弹 59枚战斧 直接战斧虚一飞弹发射 然后让这个习近平 那愣了好几米 打叙利亚 不是那怎么办 最后只要干杯 吃牛排 怎么办嘛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场辩论会 没想到已经造成 全世界今天动地的大变化 还有 那么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里面呢 F16即将进驻乌克兰 我个人相信应该已经进去了 只是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从俄罗斯一个动作可以发现 俄罗斯用无人机跟飞弹直接炸 在乌克兰境内所有 包括这个F16可能降落的跑道机场嘛 那么在F16 那么如果要进去的话呢 总共有十 总共有十一个国家组成战斗机联盟啊 那么美国的很多先进的武器 为什么你飞F16不可 因为美国跟欧盟跟北约 所提供的这些先进的飞弹 如果是二字的飞机 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F16一旦进去了以后呢 如果到时候普丁面对这个 不愿意去和谈的话 那川普源源不断把这些先进的武器 给了这个的乌克兰 那普丁还有明天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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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